这一刻等了太久,林孝俊获得代表中国对手金,等到苏华世界杯德雷斯顿战男子500米A组决赛中,林孝俊以41秒329率先撞线,对中宇成获得亚军中国选手包揽前两名,这枚金牌也是林孝俊代表中国出战世界比赛后获得的首枚金牌。